本视频将介绍NSX段路器通信电操的测试 将NSX接线连接到通信模块 并连接通信模块于后台的通信线 接通为通信模块提供的直流24V电源 并接通电操的实验电源 此时端路器为以储能准备合闸状态 打开RCU软件 按照以下步骤进行设置 通过通讯遥控核杂 输入密码 断路器核杂 通过通讯遥控分闸 输入密码 断路器分闸并自动储能 测试完成 确认电操安装正确 以上就是对NSX端路器通信电操测试的介绍 对NSX端路器通信电操 由你这么想像 正确认电操 我平台的信心 对坏路器 Под放火 我不知道 在远加密码 交通信任电操